高价买的罗汉松有瑕疵 改完造型 营养不良 夜间又发黄 真是一波伤折 今天看看最后能剪成什么样 长势比较健康的罗汉松 四季都可以修剪 伤口愈合了一些 想痊愈就不可能了 罗汉松的叶片三年左右才会脱落 原来发黄的老叶片需要手动清楚 摘叶不单单是为了好看 主要目的是刺激新芽生长 很多朋友舍不得摘也舍不得剪 越舍不得剪长得越慢 我也不想摘掉太多 结果还是剪了一地 罗汉松的造型很费身 每个小枝都要固定 这种大概毛蘑菇头 很多人都看不上 但是几乎所有的松树百树 都是做这种蘑菇头 为什么这种蘑菇头 会贵到一般人都买不起呢 第一应该是太费劲 枝条量大一点的树 几天才能做完一棵 按每年做两三次造型算 五年要做十几次 人工费很贵 第二就是长得满 养五年十年几乎不见长 第三就是养护的时间很长 做好了谁又舍得卖呢 经过三次造型修剪 有没有变得该好了呢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